护身军刀美奥演习持续进行第六天 除了军演 美国国卫卿布林肯访问东加纽西兰 他强调保持开放的态度 乐见纽西兰加入美英奥同盟 而美国国防部长则是第一次访问的 巴布尼奥友几内亚 巩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 而大陆外交部对此回应 太平洋岛国不是任何大国的后花园 护身军刀军演第六天 官宣片释出美军鱼鹰直升机曝光 鱼鹰直升机飞越演习海域 烘拍十三国连演 其中赫然出现美军雷根号航母 以及澳洲博斯号同框画面 鱼鹰机最后降落在澳洲军舰阿德雷德号 这场演习规模史上空前 美国演习前就点名是剑指大陆 除了军演巩固美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 纽西兰和其他国家参与 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協定 布林肯乐见纽西兰加入三方 夥伴關係巩固南太平洋海域安全 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 重申纽西兰将维持五核政策 并持续推动太平洋的五核倡议 百民达连美国不想激怒中国 至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则是访问巴布亚纽吉内亚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史上第一次访问 试图阻止中方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巩固第一岛链国家 但针对美国外交国防最高层 相继出访太平洋岛国 大陆外交部最新回应表示 太平洋岛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 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希望美国能帮助区域国家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国务委员秦刚被免除外交部长一职之后 王毅回归担任外长 也使得王毅的行程满党 出席了金砖国家相关会议之后 他借着访问了土耳其 而在大陆国内外交部发言的毛铃 则是持续的面对外媒轮番的追问 像是大陆外交部网站上 连前外长李肇星好久之前的报道都还在 那秦刚的资料为什么会消失 还有说秦刚还是外交官吗 这些问题还是得不到官方的回应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与土耳其总统鄂多安会晤 土耳其表示不支持北约在亚太地区加强活动 但会加强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 与大陆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而王毅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 强调中国大陆是全球南方的当男成员 呼吁在新一轮全球治理的体系变革中 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而王毅之所以形成满党 就是因为大陆卫长秦刚先是消失在公开场合一个月 北京当局随即宣布由王毅回国担任外交部长 然而秦刚遭免职的原因官方依旧未说明路透社也访问上海民众的看法 上海民众对于秦刚做的好不好 仅委婉表示没办法评论 而秦刚不止在公开场合也消失在大陆外交部的网站上 外交部的网站还没有更新外交部长的信息 以及信息更新中有什么问题 外交部的网站将按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更新 各有外媒记者发现网站保留了前外长李肇星很久之前的报道 但对于秦刚的内容却怎么也找不到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是同一套回复 由于各国媒体连日来轮番追问毛宁 但怎么问也问不出所以然 这让记者提问变得更为尖锐 中国外交部是否支持透明治理的概念 如果是这样外交部在秦刚的例子中 有没有实现这个透明治理概念 谢谢 中方有关任免消息都已经及时发布了 我们一贯反对对这个事情进行恶意的炒作 眼看着空手而回 外媒记者依旧不死心换个问题再问 那么秦刚仍然是外交官吗 谢谢 这个问题我已经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官方人不愿松口 透露秦刚遭撤换的原因以及他的近况 恐怕也会让相关传闻持续发酵 接下来韩纵报道 在共和党人的压力之下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首度明确的表示 考虑对美国总统拜登启动弹劾调查 而拜登的儿子杭特 原本就已经就逃税的问题 跟美国司法部达成的认罪协商 现在在案情出现的大逆转 代表儿子的丑闻将持续困扰 拜登竞选连任之路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随着调查第一家庭的资金流向 越去明朗 考虑对总统拜登启动弹劾调查 这是麦卡锡到目前为止 对弹劾拜登发表最明确的言论 国会调查的范围 从拜登家族成员到国外企业 收到款项 还有美国国税局有吹哨人爆料 宣称司法部妨碍对拜登之子 杭特的调查等等 而杭特原本已经就逃税问题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但是案情却出现大逆转 审理的法官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审查 代表拜登在2024年竞选连任期间 杭特的丑门将会持续制造话题 另外媒体披露 杭特的一名事业合作伙伴将在本周作证 揭露杭特曾经多次让他的父亲拜登 与海外的商业伙伴通话 拜登则是坚持从来没有介入儿子的商业行为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